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来到了瓦拉纳西 瓦拉纳西是一个神奇的城市 相较于太极岭带给我每一页的震撼 瓦拉纳西带给我的就是超脱生死的震撼 瓦拉纳西是印度教和秦纳教七大圣城之一 人口大约120万人 透过考古发现 城市开发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1800年 印度古代书籍《沸陀凡语》中提到 这座城市称为Kashi 一指光明的城市 在公元前约528年 释迦摩尼佛在瓦拉纳西的路延院 开始了他第一次的讲道 而15世纪时 席客教创办人Guru Nanak 也是来到瓦拉纳西之后 对于开创教派有更深的体悟 根据印度教的信仰 这里不仅仅是一座枯城那么简单 相传在这里的神坛火化 可以脱离轮回得到救赎 所以很多将死之人来到这里等待死亡 有人如以得愿 有人却在安息者之家等待数年 最后不得已返将才死去 没能在这里火化 来到瓦拉纳西 大部分的旅客都会住在旧城区 也就是最靠近河潭建造的旅馆 走在这个老城区 街道错综复杂 房子一个挨着一个建造 相当拥挤 且看得出年代相当久远 街道上你会看到 印度最真实的生活环境 也可以看到人畜共生的奇特现象 因为印度人对于动物相当的友善 举防在路上看到的牛羊猴子通通都不怕人 虽然这些动物不会被人类杀害 但是他们到处啃食地上的垃圾 非常可怜 透过不断的寻觅 最后我终于在烧斯庙的附近找到一间旅馆落脚 从旅馆的屋顶远眺河岸 可以看到瓦拉纳西柴油的景色 在恒河边 清烟渺渺 如果只看画面 一切就像是电影般一样的美丽 但是实际上 看到的这个清烟 是焚烧尸体所产生的烟雾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烧斯味 什么是烧斯味 试着拿一搓头发点燃看看 你就会知道 那是什么味道了 就像煎牛排有牛排味 人体烧起来就差不多是这个味道 闻过一次你就一辈子不会忘记了 当天晚上 跟着在旅馆认识的朋友 去烧斯庙一探究竟 去烧斯庙最好有向导带领 避免触犯当地人的经济 除非得到允许 否则只能看不能拍照 想去一探究竟的朋友 千万要记住这一点 我们也是刚好在半路遇到 来印度灵修的外国人 带领我们会见了这里的管理人 省去了不少麻烦 最后我们还到烧斯庙的神堂旁 近距离观看 那一夜 真的让我感触良多 五味杂成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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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准复地 估计寡划 恒河的凡语 干嘎 和英语的康姆是同源词 含有数来数去 永无断流的含义 汉地通语为恒河 亦为恒久之河 恒河被印度教徒视为圣河 也是河流周边居民维持日常生活所需的明白 他们认为静在恒河中 人将一个人的罪恶洗去 很多虔诚的教徒都会前往恒河朝圣 并于河中洗浴 以及在河岸冥想 印度教徒认为将死后火葬的骨灰洒入河中 或是直接把史诗 遗物 河 陪葬品 直接抛入河中 任其漂流 认为这样能帮死者得到更好的来世 甚至能更早获得解脱 也是因为这样的宗教信仰 恒河的环境至今极度脏乱 经常是恒河里沐浴胜水者不远处 旧有漂流的福尸 人们却安之诺树 夜晚 恒河旁的磕石石破庙 kash vishwanath temple 每天晚上七点半都会举行恒河祭 这是一个传统仪式 也是一个旅游化的景点 对于有信仰的印度教徒 这里就是祈求平安 超多生死的祭典 神里其境的我 对于庆典没有太多感触 却对第一天观看火化的经历久久无法误怀 多年以后 有些人只能在回忆中 而我 我也只能活在当下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 放下才是解脱 不适宜吗